大家好,我是大野猪 一起来看看野猪最新收集的资讯吧 本期视频还是老样子 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最近外网玩家在讨论一些什么 首先说明一下 由于系统错误出现的任务问题是全球性的 千万不要被带了什么区别对待的节奏 外网很多玩家也出现了无法做任务的情况 而外网官方在发了公告以后 就很快有人在要求道歉或者补偿原石之类的了 他们估计最多150原石或者一个纠缠 这下应该是全球玩家都补偿120原石了 也算皆大欢喜了 然后宵宫还在外网的热搜上 主要是玩家们在赛自己抽到宵宫的图片 但是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就知道了 把宵宫的肤色弄成了黑色 虽然现在没有什么关于肤色的大节奏 但是零零碎碎的还是有的 大家也看到了 还有就是在讨论宵宫的卡池流水 这是ROS端的收入 大家可以看一下比第一次要高很多了 接着就是在讨论虚弥的角色了 女角色非常的好看 男角色也非常的让人喜欢 然后就是在讨论 现在应该为虚弥做准备了 首要的准备肯定是原石了 原神平均70到80抽一个五星 大宝底是在140到160 我们取一个平均值 不歪的话要12000原石 歪了就要24000 所以要存原石啊 这么多新角色还有这些老角色 肯定有很多朋友是想抽的 这里大家可以先为他们积攒一波欧气 反正三连也是免费的 还能支持一下大野猪 祝所有点赞的朋友都能出这些角色 投币的朋友都出他们的专舞 三连关注的朋友 十连满命满金 把这些角色武器全部带回家 既然都到这了 野猪再提醒一下大家 原胚现在先暂时不要用 等到虚弥开放了再说 有些朋友可能看了一些消息 认为现在的原胚在虚弥不能用 但是在合成台有一个功能 就是转换 也许等虚弥开放以后 这个就可以转换了呢 反正前瞻直播也快了 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原胚先留一下 还有虚弥有这么多新角色和复刻的角色 经验书和摩拉也可以先准备起来了 一个角色需要好多的摩拉和书呢 另外的话就是新人朋友 记得做一下主线任务 等到虚弥开放的时候 肯定是有前置任务的 现在做了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去了 然后就是关于今天的新活动 大概全球大部分玩家 都觉得这次的连击很简单 就感觉没什么连击的必要 这还第一天呢 也许后面几天就有连击的要素了 五分钟就结束了 说实在的感觉原神的关卡设计挺难的 你说弄得难嘛要被喷 弄得简单也要被喷 总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玩法 既然官方给了我们一个连击活动 大家进去的时候也可以聊聊天 对不对 我是中国的 中国浙江的 对不对 也许就找到铜像了呢 当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进去说话了 结果大家都不说话 有些尴尬 确实确实 希望大家都能从原神里面 获得自己想要的乐趣吧 最后再次祝愿所有点赞三连 关注的朋友 都能做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关注野猪 让您不错过任何一颗原始福利 还有各种资讯 这种资讯